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任何现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,我们就必须开始了解金钱以及它是如何被创造的。 所以现在我们将会进行到金钱是如何被创造的阶段。 让我为你介绍约翰·尼斯·加尔·布雷斯,他在哈佛大学教书很多年了,且积极参与政治活动。 并在布兰克林·罗斯福、阿利·杜鲁门、约翰·甘乃迪、林登·詹森等总统的时期担任行政部门的职位。 他是少数受到两次荣班总统自由勋章的人,显然他是一个拥有相当成就且政治的人。 对于金钱,他有一句名言,钱的创造过程是如此的简单,简单到我们可以抛弃良心,我们之后将继续讨论这些事情。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理解这部分,不必担心,因为金钱的创造是一件荒谬的事情,并如此的让人难以接受。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,但真的很难接受。 首先,让我们看看有多少钱是银行创造的,暂时撇开钱到底来自何处。 假设一个人带着1000美元走进小镇,幸运的,有一个没有存款的新银行成立了,这个人将1000美元存入银行。 现在这个人有一千美元的资产,且银行有一千美元的债务。 现在,在书本上有一个规则,联邦允许银行贷款比例的规则。 这是银行可以借贷货币给其他人的一个比例。 理论上,银行允许贷款90%的金钱额度给其他人。 然而,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,实际的比例却是非常接近100%。 尽管如此,由于银行只保留储备存款的一小部分。 在这个过程中的术语是,部分储备银行体系。 回到我们的例子,我们现在有银行存款1000美元。 要是银行不赚钱,或要使用这笔钱生活。 他们就需要利用借贷利率来出借这笔钱。 而且是用一个比较高的借贷利率。 因为在我们的例子中,任何银行都可以借贷90%以上的金钱。 银行将会设法找到一个想要借900美元的人。 这个借款人把这笔钱给另一个人,也许是他的会计师。 然后会计师将这笔钱存在银行。 可以是存在同一个银行,或是不同的银行。 但是唯一不变的是,这个故事将告诉我们。 有了这个新的存款,银行有一个新的900元借贷工作。 接着银行就要忙着寻找希望借到这笔金额90%的人,也就是810美元。 等下一个贷款成立了,且被花用,就会在银行重新被借贷。 而新的90%的可借贷金额是729美元。 如此,直到我们最后终于发现,原来1000美元的存款, 已经如雨后春损般的变成了1万美元。 这真的是所有的钱吗? 是啊,如果这是在你的银行账户中的话,事实真的就是这样。 也许你也注意到,如果大家在银行里面有一万美元的话, 如果试图一次把钱全部领出来,则银行将无法支付这样的额度。 因为银行根本没有这么多钱,它只有一千美元的储备金额而已。 你也许还注意到,这个能创造出新的资金借贷的伟大工程机器, 只能在没有人违约的状态下。 现在假设一旦发生违约,这件事就变得棘手了。 但这是稍后的另外一个故事了。 现在我希望你了解,钱是因为被借贷而存在的。 相反的,当归还贷款时,钱就会消失。 至于钱是怎么被创造的,我想邀请你来亲身验证。 有一个叫做Federal Reserve Itself的网站。 我以漫画的方式解释了这个例子, 并透过这个网站出版成漫画书。 你可以找到这网站上的原始文章连结。 你也可能注意到我在这里忘记了些什么重要的东西。 那就是利息。 到底是哪里来的钱可以拿来支付所有的贷款利息呢? 如果不记利息偿还所有贷款, 我们可以撤销整个交易。 但是,当我们在考虑利息的因素之下, 我们发现没有足够的钱还清全部贷款。 显然,在这个故事中,这是一个大漏洞。 所以我们应该要找出这到底是怎么来的。 这样做,我们将能揭开原来一千美元的神秘面纱。 那么,为什么我们花五分钟来研究货币创造的机制呢? 因为这是为了理解我们现在债务水平的庞大程度。 你必须了解债务是如何产生的。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 而更重要的是,我们在第三个影片中已经看过的所有这些指数图。 但我们还没到那边,让我们继续。